这样可能会好一些 请求订阅我的频道 今天早上周末我们很久没直播早饭了 我们出去买点早饭 在房车里吃顿早饭 我们先去买早饭 什么早饭 麻球 对吧 锅贴 弄点咸姜 咸姜的容器带的 咸姜的容器你不是放到 对我这里 在你这里上 我分出来带的 我以为你早上给我放到房车里去了 放车里 检查了两面 这些细节什么还是你弄的好 没毛病 没有水或者再淋瓶水 好的 我去那边有超市我负责去买水 还有咖啡 没有水的话我上去哪也没关系 没关系 我们先去那个早餐店弄堂飘香去买点东西吃 最近也不敢在外面吃 外面这个店里面人挺杂的 我就买那个外卖带回那个房车里去吃吧 口罩 在车里的话都自己也没关系 等会下车了就要戴口罩了 戴口罩没毛病 其实冬天本身 这个空气呼吸进去就挺冷 戴口罩很暖和一些 而且戴口罩还有个好消息 就脸上就不用不会很湿 不会很干 因为你呼出来的气闷在里面 这里面都会结水气 然后就像这面部做蒸汽面面膜一样 爽爽的很 我冬天很喜欢戴口罩 最近好像电影院又凉了 北京还有哈尔滨有些电影院 干脆就限制上座率 还有干脆就关停了 今年唐人接太阳人估计又不行了 人走备运的时候真走备运 还不如像徐真一样 对吧 直接就卖给那个线上院线就行了 外面今天这个天气阴沉沉的阴阳怪奇的 还有一丝丝漂亮一点点小雨水雾 待会我们可能还要带 带带带带帆伞去买的时候 你给你撑伞好了 我戴帽子 好的 其实你走不了多少路 咱们这咱们就不用弄了 我们就停下停在地下车库里面 然后走一条走一个二十多米的马路 过了马路就可以到咖啡店和那个早餐店了 他会量体温的 现在进地下车库都要量体温了 好就可以了 下就可以了 丑呼眼啊 没有 他那个设备好 他那个设备是不是那个 测你手上的温度 他是测你红外线温度的 手指式 那个设备比较高级 高级啊 这个人看上去很老 其实年纪很轻 才二十几岁 他是少年白头 高级 高级啊 这个人看上去很老 其实年纪很轻 才二十几岁 他是 你这个信号是U吗 刚才可能信号掉了一下 今天天气不好 阴雨天 刷新一下就好 咖啡我会来嘛 你先去买那个嘛 咖啡很快的 我咖啡我来下单 我手机上 我们先去弄堂飘香去买早点 好 这边没怎么下雨 我们那边有一点点飘雨 这边就不下了 你好 弄堂飘香 人还挺多的 你管你 再包了一个 很好吃 很好吃 你就按照手机上 我给你的买 然后你自己付钱就行了 这里这个麻球很好吃 这个麻球很好吃 人生意很多 所以我不愿意在这边吃 这边人比那边 就是花木炉的那个早餐点 人还多一点 早上 而且买东西很慢 然后我手机上 Teams点一份咖啡 我买的是大富豪卡 然后那个三分油条 点单 用大富豪卡 指定饮品点单 燕麦奥白 早上还是燕麦奥白吧 糖浆不要 糖浆不要 然后 捡好了 直接下个单 好 我这边已经支付了 完事 正在获取订单号5011 咖啡 豆浆 大包 嗯 小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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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咸豆浆 咸姜 咸的哈 咸豆浆 放香味的哈 对 放香味的哈 18块钱 还可以 算便宜的了 现在几份早餐18个钱 然后等着拿货就行了 剥贴一份咸姜 然后是咸姜一个马球一个油条 可以可以 那你对吗 我可以 你跟他说一下 那我跟他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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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跟你是在这吃的 38号打包了 人怎么这么多呢 这里的菜包好像味道也不错 来看包的烧饼 但是我没看到它的烧饼到底什么样 梅干菜烧饼 原的 小的 没好吃 这种辣的 反正它里面拼蛋很高 破两速度很慢 也开的挺久的 你要把容器拿出来 我老婆要拿了 老板打错了 一定要多说几遍 他们这些人注意力非常不集中 因为天天干一个活已经干皮掉了 哎呦 吃这么多油条啊 我上次吃这个油条是属于横面的 但是最近好像油条改了 松一点好像看 还有一个那个新鲜的锅贴了 他这锅贴也很好吃 只要是里面肉很鲜重油锅贴 我这是三十八号是打包的 他给我打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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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包的 还有我牛的那包了 我的咸姜是 咸姜就是在肚子里面 咸姜我自己带了 咸豆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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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好多啊 腊油有了吗 腊油有了 要自己去加一点 那你先放在边上 你自己去加一点 三十九 咸豆姜 是咸豆姜 对 三十九 咸豆姜 这是我们的锅切 还有一根油条 油条抢救 外带还送盒子 外带还送袋子 抢救 可以 很干净啊 拿油果让人的地方 前两天我吃那个 放点辣油去 小哥辣油有吗 在哪 你看 在这里是吧 好 爽 哎呀 就方便点了 你自己家弄得多麻烦啊 又不是天天吃 我看你们比我还讲究 真太讲究了啊 给他们发过弹幕讲究 他们让我别用饭店的辣油 我用自己加的 我还回家去 对吧 家里是有 但是你还得专门去拿 麻烦吧 我们车开到房车那边 我们就 直接房车里吃一下就行了 这里面人太多了 不在店里吃 然后我去拿杯咖啡 你在门口等我就行啊 你们是不是还给我买两个小栗球呢 小栗球我帮你等下次吧 反正也够了 你跟我一起找位置先坐一下 然后这边是那个 Tim Hortons的咖啡店 很便宜的 我这边是买的那个大富翁卡 就是20倍咖啡 200块钱 算起来是20块钱一杯 今天喝到第4杯 5011好了吗 谢谢 谢谢 变卖拿条 可以吃的 帮我那个倒一下 谢谢 等会 这个早上也挺多了 那个球我就下次帮你兑换了 因为我是积分兑换的 这个就别这样了 我就拿手里 等会插在那个车里吧 会翻的 会翻 你自己看啊 你去拿一下 有外卖袋子吗 对这个这个球挺好吃的 我想 给我老婆 本来这个天气球 我想买一个给老婆吃积分兑换的 我忘记了 下次下次下次喝下午茶的时候 对就是这个 今天早上他两他这边早上生意是很好的 我以前看过前两天就是你不在家的时候吗 你聪明 这是燕麦的拿铁 早上吃比较好 要求不要太高啊 我又不是数学讲师 对吧 有直播看就不错了 乍清早的 对不对 对 能过得过去就得了对吧 要求别太高 早上能看 看看直播就不错了 然后到下面去可能会停一下 可能 我不知道我网络怎么样了 刚才网络下面 不知道怎么就切换成3G了 哎 如果速度快的话15分钟之内是不用付钱的 我们有15分钟了吗 不知道 应该是刚刚好吧 可能有一辆车 我听到下面有一辆车的声音 我们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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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人 WHO 有了 我 我们不过去 我们不过去 我们有了 我们有时候 我们有一个 我们有了 刚才还是下车库转完口会掉信号 其他都没什么太大的关系 然后呢我们早上咖啡啊早餐都买好了 我们就开车去那个我们停房车的地方 然后在房车里把这个早饭给吃了 然后先把吃早饭然后泡泡茶什么的 后面就不急了没什么事 要一会儿到了晚点呢 中午呢就是可以再可以点个披萨 因为我还有一张周末七折的券 可以点个大一点的经典披萨 两个人给我吃 我不要吃满意的 好我知道我们叫大的经典披萨 经典披萨就比如说那个肉啊什么的 那经典披萨就是新的披萨都没有 猪肘披萨里面就没有了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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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开个几分钟的车 他们这边现在建了很多这种东西 他们管这个东西叫驿站 他们现在有个理念叫什么 什么城市花园 就可以所有的小区小区花园 所有小区中间都是可以散步的 你散步到哪里他就中间可以休息 然后他这边前面的也要弄成这样一道 刚买了早饭 今天今天不冷 今天这两天室外温度都十几度了 早上特别换了那个比较就是单款一点的衣服 比较单薄一点的衣服 不然热 昨天晚上在被窝里开空调都开着热了 不是开空调 开取暖器都开着有点热了 早上起来一声喊 去加拿大喝Tim Houghton's餐 这个就是以后旅游机会吧 喝一杯原汁原味的北美传奇Tim Houghton's Cafe 国产的也不错 Tim Houghton's Cafe喝了以后 它里面咖啡因比较重 喝得很上头 就是喝两口就会觉得很兴奋 另外呢 如果都喝了以后呢 手有点会发抖 面包好吃啊 过两天吃下午茶的时候 天去求完面包 伺候伺候 它也不是有早餐套餐的嘛 没有 我们现在这边的保安都厉害了啊 执勤上高 马上就到了啊 等会等会呢 你先别急 你现在在车里坐的 我把车门什么都帮你打开了 你把东西移上去 然后我最后我自己上去 上去的话要注意一下 我要最后要注意一下 我们小区呢 原来是停车费 是地上停车费120 现在地下是200 后来全部改成地下200 后来就他们就 别人就闹嘛 就是说你这个车位 又不是产权的 都是公共的 你凭什么要收这么多 后来最后闹到 后来要换物业 他们还去那个有关机关闹 最后就闹到 所有的业主啊 就每户业主凭房产证 可以搞一个车位 这个车位呢不是免费的 就是说要交那个60块钱 一个月的 就是车位管理费 然后就行了 前两天我刚办好 60块钱确实很便宜 上海没有这么便宜的 它不是叫车位费 因为它也无权收这个车位费 我们小区的所有车位 都是业主的平摊的面积 里面弄出来的 他们根本没有产权的 所以它只能收这个 叫物业停车位管理费 60块钱一个月 行不行 我们这边全价的停车费 就地下车位啊 才200块钱一个月 嗯 200块钱 也不算贵 但是在楼上 就是地面上停车的话 如果你是业主 你拿起了证件 是60块钱一个月 对 现在是60块钱一个月 但是就只有一辆车 但是你一家只能 只能 可以停一下 可以 但是你每家只能 有一个特价车位 只有一个特价车位 原价车位 第二个车位就要200了 就要200 所以就是我觉得业主的权利 都要自己争取 我们群里有几个很厉害的人物 真的很厉害 嗯 没事就 我们隔壁小区啊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人 他们搞了一个群 然后最后把那个 就是 就是把那个物业都 都都炒掉了 选了一个自己喜欢的物业 就是后来听说是这个人是学法律的 是个律师 就牛逼了 是吧 我在这儿等着是吧 嗯 没有 你先 你先等着啊 对 你又忘记了 你又忘记你说什么了 有的时候 你就跌身倒是的 你明明按照我换这个 然后我看了以后 然后我去把车门 给你打开了什么的 嗯 买了车位 我们这边好像是也是要交的 你又要交管理费的 因为我们地下车库和地面车位是分开的 地下车库是公司的 是房产公司的 但是地上车库是物业的 所以是分开的 你可以拿着我们吃颗的东西都过去了 然后咖啡我来吃 我来拿咖啡 你也来咖啡 等等啊 我们移到房车里面去吃早饭去 因为早餐呢 在店里吃人太多了 不大放心 然后我们这边车上就没什么东西 我知道现在市区里的车位 一般都需要四五百一个月了吧 我这个房车呢 因为很久没用了 早上我都是把这个房车这里面开了窗换换了气 我先把你们固定好啊 然后我没有水回家拿个水啊 嗯 你去拿我去拿都可以 家里有没有那种那种桶装水 我只能拿气泡水 咖啡先喝两口嘛 你把那个湖水拿过来就好 好的 我回去去吧 你回去去就行 那我们先把东西弄好 开一块窗啊 窗开一半 这个小窗就行 那边就不用开了 我开了我这边 那边我开了一条缝 后面我也开了一条缝 这个开门是否够在他的那个反光镇上 有把门关 你开门说小心啊 你不要开个灯吗 没有电 这里灯没有电 那这太二了呀 这谁让那个没有灯呀 没有电 你知道吗 这个电瓶已经坏掉了 长期不充电 可能会有点安 但是还行吧 今天英库就这样 等一天 想出开门的房间 两所有私心 再一点一点 沉淀 然后呢 我那个弄的广角一点 我厕所很久没充电了 厕里都没电了 开不了电 我们早上买的东西都可以一点拿出来了 油条 我老婆洗完洗锅手了 帮我掰成了好几段 那车里有那个免洗手凝胶 好吧 然后边上的筷子啊什么都是带好的 锅贴一人吃两个就行了 这东西因为很油的 吃了以后呢 午饭都吃不下了 有一个货帖还漏了 没关系 外面已经下载了 没有没有下载 只是有车的 还有这最重要是这个麻球 这麻球很好吃 要撕开啊 嗯 一人一半 然后我老婆呢 要回家要拿一桶水 麻球一人半 这家店的 弄堂飘腔的麻球很好吃 弄堂飘腔是连锁店 另外呢 还有香喷喷的 早餐的那个咸豆浆 然后差不多呢就可以吃了 哎这咸豆浆相当不错 哎我这今天天啊 怎么这么暗哦 这天哪 太暗了 这天 还好稍微能拍 那还能拍拍的 拍得清楚 很暗 好了你吃吧 好 我一会儿吃完了再回去拿水 吃完了再回去拿水 不急的 等会儿就是烧个水嘛 对吧 嗯 先吃先吃 啊 我也洗个手 嗯 先先渴的话有咖啡啊 凭这个水 可以渴可以渴 应该够了 够了 车里有些水 这两天上次去山沫 就比较匆忙 就没来得及买水 下次去山沫买水 最近这个连车粒子都有新冠 所以都不大敢去这种地方 C哥喜欢吃油条啊 早餐安心油条啊 今天有那个麻球 重油锅贴 这锅贴很好吃的 弄堂飘香 连锁早餐店 刚刚我们去买的 店里人太多了 我们就拿回房车里吃 正好对吧 也可以直播一下 这锅贴的肉挺好 麻球是不是做的很好 这家弄堂飘香 你们家里有店的话 麻球一定要吃 麻球做的相当相当好吃 好香的 很香 然后早餐 燕麦拿铁咖啡 对吧 这是真正的上帝视角 听他们上帝视角吧 就觉得有点暗 没关系 拍出来并不暗 我们把口罩拿下来吧 咱在自己车里 如果疫情严重下去 房车几乎是必备了 你到哪里去 就外面一停 把吃喝的买回来 又可以吃到最新鲜的 几分钟 三分钟就可以了 先切根油条啊 这个油条 我上次吃呢 有点不够脆 其实这次好像有改进了 有点半透明了 还是不错的 这油条很大 一共早餐才买了18块 店价格很便宜 有正福补贴的 今天可以 很酥很脆 皮很薄 就是不像肯德基的早餐 挨进油条一样 它是非常面的那种 吃不啊 今天也没什么事情干 就先剥着呗 一会弄完以后 我老婆去拿点水 我们车里泡壶茶 中午我们聊会天 然后一会儿热了以后 我们再去那个 那个叫什么披萨 达美乐披萨 咱们去买一个 七折的经典披萨 是吧 我们阴家的人 都是毛发重 知道吧 你不存在什么 泄不泄定的问题 我脑袋上都有三个学 看来铁子们对我很熟悉 他说他本身基因毛发重 你对我基因都很熟悉 是吧 然后这麻球呢 因为一四二了 所以就那个就扁了 但味道是很酥脆的 我上次一个麻球 我老婆前两天不在家的时候 我 我一个人早上就买了差不多这些东西 然后麻球 我是买回家以后两个小时以后再吃都凉透了 味道也很好 那麻球外表是酥酥的 嗯 而且他的甜度啊 就是很好 蘸淡的甜 不是特别甜的 咬到嘴里每一口都是很酥酥的那种感觉 外酥里面是面的那种 哎呀 特别好吃 这个麻球 而且价格很便宜 我们是麻球 锅贴 油条 再加份咸豆一样 一个人付了18块钱 如果早上能抢得到 早上的那个 给我让姐姐 嗯 两个 如果能抢到 抢到消费券的话 还能再便宜 两块钱 三个选是因为人太聪明了 老是干一些那个挑战极限的事 所以就 对吧 一个选的人比较执着 就是比较单纯一些 你不要吃就拿回去去吃 吃完了再给我 不急 我先尝一口 嗯 味道也不错 就是里面辣油不咋的 你等我吃完再吃 你吃的辣辣辣辣辣的 你吃 嗯 嗯 有钱 我刚开车一公里都不到 很近的 好吧 嗯 我为什么早上进来 去买早餐呢 我前两天发现一个bug 本来那条路啊 现在在整治 他就不让边上停车 就停车 停车的那个 就是发单贴得很严重 那就 在去买东西不是很麻烦 不能路边停车 后来我发现 他对面的有一个商场 他早上基本上商场里面是没有车的 然后15分钟之内 把这些东西都买好 你在开车回家 就出那个车库 它是不收费的 那我就怎么办呢 就咖啡就手机上提前预定好 然后这些东西买买的 最多就来回就10分钟 基本上我算了一下 12到13分钟就可以搞定 然后停车费就可以免了 所以我现在早上可以愿意去买早餐了 前段时间我都不愿意去 我刚才就是我也不知道几分钟啊 反正应该是15分钟之内 不然他会要我停车费的 他那个系统就是15分钟之内 不用收停车费 正好钻到空 如果刚才要收的话 就是5块钱吧 5块钱说的话 不是说心疼 可能就是说也没必要 喝咸豆浆的先老婆吃 老婆他吃到是饱吃腻了 然后呢 我反正先喝咖啡 今天下午呢 有中介带过来要看房 要签一个委托协议 我要把我那间直播间卖了 你懂今天出门这么早 早上去买早餐去了 弄堂飘香 油条锅贴什么吃吃 味道还挺好 卖了房以后呢换套房住 我先去泥城住 我先去泥城住 那段时间 然后想办法在 外面再买买买 买套那个方便出去旅游的房子 这有套味道不错啊 都可以啊 对出五元停车费 还不如叫外卖的 早上叫外卖 准点率非常高 很快 早上竟然有飞机了 完成了一新任务 谢谢我一董哥 感谢一董 早饭报销了 早饭一共就花了18块钱 谢谢我董哥 谢谢我董哥 早饭报销了 董哥 我跟我老婆 前两天 因为家里有事 因为我妈开刀嘛 我老婆去培业了 有三四天 四五天没直播 好了 外面就开始就受不了了 他们就看不见我们 就心里烦躁 就开始造谣 在有些直播中造谣 说我们俩去离婚了 因为前两天 我是说我要卖房嘛 要分钱什么的 对吧 分家呀什么的 就是假大铁 外面现在谣言挺多 音音不是出来 弃那个弃那个 弃那个郑爽啊挡刀 我这个和这个事没关系 我们家庭和睦啊 然后有人说这是刚又复婚了吗 没没没 现在离婚没什么用 上海市政府规定 离婚完两年以后 不能新买房 这是昨天新出的规定 就是以前不是有很多人 为了多买套房嘛 投资他就是假离婚 我们今天今天这个不好 嗯 这个今天这个有点凉 不过一味道还是可以的 唐口也不是就离婚了吗 唐口好像唐口好像我们群里唐口老板 好像就为了买房就离婚了 真的 真的 他之前跟我讲过好像 但是他老婆就是感情挺好的 离了婚房子买好再复婚好了 是现在是这样 就是上海离完婚以后三年以后 你才可以重新获得买房资格 就是这个政策是昨天刚出的吗 昨天之前离婚是不影响的 它是按照网签网签的时间 去做这个政策的判定 我们不需要离婚的办法 我们没有这么多钱买房 他们刚才又说了 就是我们本来是想趁那个政策出来之前 先去离婚 然后刚离婚那个政策就下来了 然后今天只能去付婚又付上来 他们脑洞真大 脑洞真大 你们有四个学 比我还牛逼 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 是吧 花花发的那个微博真牛逼 就是简单 简单明了 她说是的 我们是有个孩子 太牛逼了 这这呢 其实我早就看明白了 是女方呢 跟男方呢 刚开始就是约了一个po 但是女方呢 因为爱男方的才气 毕竟花花还是有点才气的 能写歌 然后高音也挺厉害 有些女生就比较喜欢 然后呢 不小心就 无套 内 然后呢就 女方就怀上了 怀上以后呢 她联系花花 就是问这个孩子怎么办 花花表示不想要 但是这个女方呢 就是不知道她脑子怎么想 因为有可能他们以前 都是单亲家庭 她就觉得不应该这个样子 所以这个女方呢 就背着男方啊 自己把这个小孩生下来了 然后呢 最近趁着那个郑爽那个时期 郑爽不是不要孩子吗 现在属于不要孩子 就是封杀 所以她就女方 肯定去联系花花了 就是这个孩子已经生下来了 然后呢 你看看郑爽 现在这个样子 就你要不要 男方说我要我要我要 但是不结婚 但是不能跟你结婚 我们就把这个孩子抚养当 大概就这么回事 双方一起抚养 对对对 双方一起抚养 这现在是有的嘛 这个叫什么呢 私生子 私生子5000年前就有 但好在呢 现在富二代 富二代那个是个人设 我跟你们讲 这事我知道 为什么说他富二代 他原来有个伯伯 他伯伯入股了一个银矿 真的是金银铜铁锡 贵重金属那个银矿 那个银矿呢 确实能能有点钱 但是后来他伯伯倒了 他最后伯伯就是 贪污了1.7个亿 都是有那个 有案底在网上可以查到的 你说他家里真要有钱呢 也就那个伯伯有点钱 我娱乐圈的事 我懂得非常清楚 因为我的粉丝里面 有很多娱乐圈的 有北京拍电影的 还有 还有杰伦啊 韦伯呀 他们都是我的粉丝 所以他们没事就跟我讲讲娱乐圈的事 我老婆呢 去拿点水 拿点水回来呢 烧点水 哎呦安吉白茶啊 上等的1000块钱 一两的那种 对啊 对茶要有要求 我们的话喝白茶 安吉的白茶 所以说富爱的人设呢 最多也就这样 所以你看女方昨天晚上发的那个文 说什么就是 就是刚开始就是 她说什么 怀了孩子以后 就怕怕什么 给男方添加压力 所以一个人偷偷的把孩子生下来 男方都不知道 你说这谁信啊 对吧 这比什么起点中文网啊 就那些网络的那些宅男扶女小说啊 那剧情都差不多了 是吧 铁门网上一查就知道 是 花花大伯已经进去了 探物 他那个叫公转私 就是明明是公价的东西 他变成私价了 结伦这两天也有事 说是上海一个空姐 是吧 但这个事儿估计谣言有很大的成分 拿出来挡刀的嘛 就这种这种这种假的谣言 说上海有个空姐 空姐的名字都外面都查得到 说是上海在汤城一品 买了一套房 给女方安心养胎 哎 说的像真是的 然后照片都拿得出来 但是你仔细一瞅呢 这个照片呢 是有一次粉丝会时候拍的 这个女呢 确实是个空姐 但是同一天呢 她跟很多很多粉丝拍了照片 就是穿的衣服啊 还有机位啊 都是一样的 背景都是一样的 这女方呢 说实话 良情责母而欺 有实力的男人 女人都喜欢 不是说女的贱 真的 我老婆嫁给我的时候 没有任何东西 房子车子都没要 当时我一穷二白 就涂我啊 是一个小白脸 有才气 有能力 脑子聪明 人品好 她涂我什么样 什么都没涂当时 结婚都没 都没半酒席 两个人就是裸婚 我们两个结婚的时候是2008年 我们是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认识的 然后呢 2010年结婚的 2010年的时候说的话 我还是刚刚在奋斗期 开了几个小网站 在做外贸 其实房子也没有 房子是租的 车子呢 就一辆破帕萨特 就是镜子 以前有镜那辆老的帕萨特啊 而且是2005年款的帕萨特 就是已经开了五六年了 也没手里 也没什么现金 这就是图我人品好 嗯 结婚的里面 当然领了 合法夫妻啊 我老婆倒贴我 我当时做生意有点困难 缺资金短缺 我老婆还拿自己的那个零花钱来给我 对吧 吃锅贴 铁的吗 贴哥吃锅贴啊 这家锅贴呢 有个特点 就是说重油 然后馅儿非常非常多 就是基本上里面馅儿是塞满的 年底啊 为什么刮这么多呢 哎 就是因为大家无聊呗 对吧 豆鱼也里面其实有很多瓜 这种主播和主播之间这种乱七八糟事前也很多 但就是说实话 对不对 很多事情都心知肚明 说我很多事情都知道 不能跟你们讲 面对丈母娘卑躬屈膝啊 那看到丈母娘肯定得卑躬屈膝啊 是吧 你家养了女儿 养了这么多年来 给你当媳妇 照顾你 妈肯定是有功劳的 看到丈母娘老丈人都得客气客气 送点 像我们群里飞猫 过年还没过 就是我十月份吧 就五粮液就准备好了 网上买的那个好像是八百多块钱的五粮液吧 背了背了两瓶 过年孝敬老丈人 是吧 小刚刚和小虞的故事 哎呀 我爸你说 你们别看那些明星 你们觉得他明星的私生活很乱 其实没钱的人的私生活 比有钱的私生活更乱 因为没有东西可以约束他们 比如说你是公正人物 比如说楼德华 楼德华也有一些风流运势 但是他不能做太过分 就像郑爽一样 要是太过分了以后 他可能会被封杀 郑爽他坏就坏在 没有找一个圈内男友 如果他找那个 就是也是一个男演员 刘凯威啊 也可以找一些什么无言子 绝必事情不会发展到这个程度 他坏就坏在 他找了一个圈外男友 就是圈内男友呢 都会两方都是演员的话 都有制约 就是对谁都不想把这个事情干得太过 对双方都不好 要封杀一起封杀 但是圈外人士他无所谓 我帮你说啊 就是我知道的 就是没钱的 或者是不是明星那种 他私生活远比明星更乱 乱十倍都有 你就像上海最近那个护工 你想护工能有什么事 那个护工啊 除了打好几份工以外 他还有好几个 家里有老婆孩子 美国又要寄钱 自己平时还有好几个拼头 你能想到这有这么乱吗 对吧 事实可能比你想象的更要乱 人嘛就那样 我只能说 有钱人可能比没钱人 稍微老实点 没钱人的可能更乱 农民工我就跟你讲 原来工地里面 工地里面都有几个女的 他们见谁都叫老公 你懂我意思吗 你看我有个帖子在工地当那个监理的 他有跟我们讲讲那个平时讲讲工地里那些事 工地里面就是关系非常乱 有可能这个男的是家里有老婆的 然后他们出来打工 然后呢 也有几个女的跟男的出来打工 或者是有些女的 单粹就是在那个工地找工作 然后他们就是属于那种 今天跟你我明天跟他那种关系 你知道吗 就是非常乱 就像我跟你们说 鸳鸯 鸳鸯大家一般认为是爱情的象征 一公一母 对吧 忠贞不渝 但是科学家证明了 就是鸳鸯的雌性体内 基本上都有十种以上不同的公鸳鸯的那个米青 你懂我意思吗 很乱 就是在那个时候也不是为了钱 就是因为寂寞 就你想呀 就没什么娱乐的 外面很多攒了点那点钱出去消费都消费不起 然后天天就是这些事 干完以后也没什么事 然后亲戚什么都是在老家 你朋友们其实也没什么好聊的 喝酒也有点钱 有什么能够慰藉自己的心灵呢 男女关系 这个省钱你知道吗 哎 夫人马上就来 他回家去那个过滤点水 等会给我过来 给我那个烧壶水 一会他过来会敲门的 我那就吃点早饭 我还有那根油条 一根油条吃了 把咖啡喝了 一会聊聊天 早上我也没什么事 古代人类最早的娱乐活动 就是男女关系 哎 二弟最近 哦 有个老婆来了 我老婆来了 来 你帮我拿一下 嗯 这个一加进就是好 拿了壶水啊 卧槽 你这壶水也装太满了 我在家的时候我就直接过滤过 本来是想回家以后烧水 卧槽 你这么牛逼啊 他还拿着特例子 最近网红特例子 因应已经实现特例子自由了 我在家早上那时候泡的 这是从哪里来的 专门去无锡的超市买的特例子啊 我因应已经实现特例子自由了 铁门来一个特例子吧 特例子 来一个吧 大不大 哎呀 两个贼的啊 特例子必须要吃无锡的 就两个字 第一道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 为什么有些车离子现在被撤出来是有阳性了啊 车离子这东西啊 等等啊 你们先等一等 我要充个电 不然一会就没电了 充电器我给你 给充电器给我 马上就到了吹牛逼时间了啊 大家最喜欢的吹牛逼时间到了 车离子为什么会有阳性 我跟大家分析我跟大家分析一下啊 讲得头头是道 樱桃 南辕北直 樱桃就是cherrys 就是铁子嘛 你这个英文肯定没过四级 为什么叫车离子чerrys c h e r i y 樱桃知道吧 cherrys翻译过来 就是樱桃 但是樱桃长 在烟台 就长得小 你长在就是纬度好的地方 阳光照射充沛的地方 这个charis就叫车粒子 南辕北直 然后我先充电 一会儿不要直播了没电了 大家都看不了 好充电先充上 为什么这个车粒子 为什么会有阳性 因为车粒子分为两种 一种是空运 一种是海运 空运因为时间本身也很快 一般它不会给你 而且飞机上温度本身也挺不高 所以空运的车粒子 它一般不会给你开冷库 飞机上也没冷库 但是因为空运车粒子 一般就四五天就到港 然后海运就是过海关以后 差不多一周左右 就能到你那个餐桌上 到超市你就可以买了 所以你买到家嘛 最多也就十天左右 很新鲜 你看我这个车粒子 那个梗啊都是绿的 你看到吗 梗都绿的啊 而且呢皮也不皱 很挺刮 这说明什么 这是空运车粒子 空运车粒子全程没有冷链的 但为什么现在呢 有一些那个车粒子 有那个新冠呢 它因为它走海运 海运呢 因为它时间比较长 它会变质 到时候就卖不上架了 所以呢 它这个海运的那个船上 它是有冷库 这个冷库呢 也不是零度以下的 它是四度到五度 就是让这个水果 出一个休眠状态 这就坏事 这个车粒子呢 走了路运 走了海运 海运要二十多天才能到港 它路上呢是开了冷库了 四度到五度 给那个新冠的病毒啊 提供了很好的存活的温度 然后到港以后呢 你你它一路上没有冷电 但是呢 它那个温度低 有些在一些现在 有些前段时间 室温啊 也就几度 两度三度的 所以相当于进冷库了 就等于一直 把它那个病毒的活性保留着了 只要买空硬车粒子 没毛病啊 看这里 很烂热 你就很烂烂热 该干净的时候不干净 该不干净的时候 我瞎干净 不信我今天就吃一盆车粒子 明天看看我有没有事 我这分析的怎么样 我想问一下 2D最近的防则还在用吗 它防则是不是拉了 我最近也没关系它直播 我跟它是有属于是那种 花开不见夜 夜落不开花 彼岸花这种类型的 对吧 我每天晚上七点准时下播最多 然后早上直播直播 它是晚上九点钟在开播 第二天人不人鬼 不会四点下播 我也看不到它直播 对吧 什么 我们就一个飞机铁门 就拿了九点钟的小时榜第一名 谢谢董哥 董哥太牛逼了 一个飞机上小时榜第一名 牛逼 二D在顺一顺一不去 顺一有点慌 现在二D三D都被隔离了 也就我能出来直播直播 对吧 他不玩房车了 有疫情哪也吃不了 你这话说的不地道 他不玩集装箱了 有疫情哪都拖不走 对不对 说话要缜密一点 这个逻辑 是不是 我这个叫房车 我有车头发动机 有轮子 四个轮子 他那个只有两个轮子 前面是一个千斤顶 现在在上海吧 是的 现在在上海 我现在哪都去不了 前段我前 这两天还要去外地看房子 去不了 他们说返乡要核酸检测 我跟我老婆两个人去一下 要核酸检测240块钱 而且只能保七天 这太贵了 自然界里面最脏的 就是你吃的水果 是什么水果你知道吗 草莓 草莓 但是呢 就是爱吃 没毛 有个B站主播 你知道吗 有个B站 就是一个 也是一个直播平台 他有一个主播 这两天就死了 很惨 在家里饿死了 真的 谁有不刷礼物 光白看白嫖 后来这个主播就在家饿死了 但是他本身有基础性疾病 他本身就是得过肿瘤 然后做了手术以后 就是还有糖尿病 然后糖尿病很怕饿 知道吧 就是血糖过低了 他就在家饿死了 这个主播就是 叫什么的烟 叫什么茶薰啊 茶什么东西 墨叫墨茶 对 你知道的对吧 当然这个死者为大 我只是说 观众还得刷礼物 不然像这样饿死的主播 越来越多 他没钱啊 他很惨 他以前去厂里打工的 后来他爷爷奶奶死了 给他留一套房 但是那套房给他妈弄走了 然后他当时有肿瘤嘛 有那个恶性肿瘤 然后把所有的钱都去动手术了 动完手术以后 又发现得了严重的糖尿病 并发症 后来就在网上直播嘛 因为他也没体力 身体很虚 后来他跟水友讲这个情况 水友不信 以为他在卖产 然后最大 生前最大的心愿 就是吃一顿草莓 他就说 最后发的网上的一篇微博 就是说 这个好想吃草莓 但是草莓好贵买不起 后来就没多过多久死了 后来是房东发现 今天下文说 房东发现 他的尸体的死在家里了 所以说这个B站也有责任 B站也有责任 放里面 放里面 对不对 这个B站主播叫查什么 抹茶 叫查什么的 我刚刚有个有个点 不是抹茶 叫墨茶 墨就是墨绿的墨 不信你们上搜 就因为这真的有这回事 是不是破防了 所以说该刷还得刷 对吧 可能你今天不刷 明天就饿死一个主播 太惨了 别听我老婆瞎说 不叫抹茶 叫墨茶 他分不清楚 那你刚刚说话 没咬是清楚 我也认为是墨茶 他妈为什么这么狠 怎么 现在很多 这他妈为什么这么狠 他妈是正爽样 其实很多女人 她都不喜欢孩子的 很多 像B成这样的 就是男方不要孩子 她还把孩子撑下来 这种是少数 很多女的 说实话 就是 就是认为 就是我 我跟你 如果你能养孩子的话 那我结婚的话 那我不替你养养孩子 那其实对孩子没有感情 我现在上海看到很多妈 对孩子非常狠 对吧 打孩子什么的 这这光天化日下 打孩子很多 很多很多妈看到孩子 就是三个字烦死了 有的还加 前面还加三个字 他妈的烦死了 对吧 但是这个时候呢 也不能全怪女性 因为毕竟很多男的 他喜欢无什么 内什么 对吧 这个东西就追求一时爽 但是最后的麻烦 却会疑惑万年 就你不想要的话 就不能无什么内什么 无什么内什么的话 你是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的 无什么的内时爽 内什么的内时爽 就你们懂了就好 然后最近呢 还出现 斗鱼才出现一个叛徒 有一位非常资深的 曾经显赫一时的一位男主播 数字的男主播 然后去做污点证人 去接受一些外站的 一些新闻平台的一些采访 然后说我们平台就是鼓励主播 就是开设网络什么 对吧 你懂的 Gamble 那叫Network Network Gamble 不算是鼓励吗 它是变相的 对对 然后呢 然后他讲了很多的内幕的情况 然后我感觉呢 最近可能平台要有一波 怎么来说呢 就是最近平台主播都小心点 所以最近大家不要口不择言 你看我 我是美食区最干净的主播 我直播五年以来 没有带大家抱抱抱 最多以前就带大家过年的时候 玩玩游戏 大乱动 对吧 这没毛病 对吧 从来也不折线 就是送你帝王线 帝王线以前都送了几百只了 对 那个财经频道叫野马经济 就是个垃圾 垃圾三线的那个财经平台 这个是个非常垃圾 垃圾的平台 然后呢我也从来鼓励大家抽奖 我已经三年没抽过奖了吧 给我一个张子鸡 392 这盼不盼不知道 反正应该人应该出来了吧 因为这两天好像土猪上过劲了 土猪没事的话 荒狗估计应该也出来了 今天买烧鸡嘛 确实想吃烧鸡 这不是这两天不敢出门吗 我跟你讲 现在上海最安全的就是阴影所在的浦东新区 为什么浦东新区没事呢 就是 我们浦东新区 尤其我们这一块临港新城 你没有车是来不了的 对不对 你就算住在上海市中心 你想来我阴阴这块 开车两个小时 没毛病 就是那些很乱的护工啊 他没有车就来不了这边 所以我们这边是很安全 我们这边方圆50公里 没有一粒的阳性 太远了知道吧 远有时候也是一种保护 远离那些可能会伤害你的那些东西 不是上海人就没有车 就是上海出事的就源自于那几个护工 我们知道吗 就为什么有几个宾馆 那个就是中福会啊 中福会中福会那个宾馆里 包括有些宝山的宾馆里也有 就因为他们里面 他那个有几个拼头的吧 他拼头一人打三四分工 这种经历啊 就是可能是从小在干庄稼活练出来的 我就是给你一天直播一个半小时 我都得歇息个半天 然后晚上再给你开播 我不可能连着给你播两三个小时 他们就是他好像三份工 一份是在医院里当护工 当护工其实也挺累的 对吧 然后呢 在另外在两个酒店里面 在一个酒店里面当那个 当那个就是 好像是中福会里面 是当那个就是报捷 收拾客房的 另外还去一个老外家里 不知道谁家里 就是当那个终点工 这个经历啊 然后奥杰说 有些一天可以干十八个小时 这个只能说就牛批了 我不大能理解啊 一天让我睡十八个小时 我觉得我能行 我一天干活最多两三个小时 虽然扫嗶嗶快吃车里子 铁特么车里子啊 咱们祝大家每个人都早日实现 车里子自由 车里子你们要抓紧买啊 这两天车里子有点涨价了 就是 两个节的车里子啊 最近空运版的都涨到369 为什么呢 就这个道理 海运版车里子啊 可能有新冠 最近都没人敢买了 然后空运版车里子的 就是没什么问题 我拿回家再冲一冲洗洗 谁吃车里子 直接圆箱吃就不行呢 怎么你傻子 那个阳性的车里子 是海运版的 海运车里子 因为有冷库 我们空运车里子没有冷库 一般四天左右 它那个新冠就算有也死了 但我就想想 尤其南美智利那些人 它那个习惯也不好 为什么车里子上有新冠呢 它肯定是土坛了 或者是在上面打喷嚏了 一边摘车里子 然后那个肺还不舒服 然后一边打喷嚏 一边摘车里子 然后就裹上了 对吧 估计就这么来的 JJ车里子 最便宜的 现在是前段时间 刚最便宜的是 空运版299 海运版259 是个价格 这两天呢 因为空运版涨价了 所以呢 JJ车里子 好的差不多是329 10斤 JJJJ的话 好像是349 10斤 JJJJ的是349 5斤 上海房价严控啊 别提了 前两天我就想装个空子 在上海控房价之前 再买套房 然后就想跟老婆去离婚 结果刚把婚离了 22号 就是昨天吧 就出来个政策 就是离了婚三年以后 三年之内不能买房 然后这不是白离了吗 这不是今天下午 还得去把这个婚呢 给付上 这个离了又结 结了又离 好 好在结个婚离个婚 也没不需要什么 不需要什么 就是那个 这个太多的成本 结个婚手续费 也就80块钱一个人 再付婚呢 也差不多 就是他也不白手你钱 给你做个艾滋病的检测 现在结婚呢 说实话 也真的是不负责任 他也不给你检查一下 男女有没有性病啊 什么的 对吧 他就给你做个艾滋病检测 抽个穴 验一下有艾滋病 没有艾滋病就随便你结 他妈啥都别说了 撤例子干起来啊 主播说什么 不要全部都信 乐一乐就行了 你就当我进入角色 谁不知道离婚 有个30天冷静期 你说离想离能离吗 对吧 教你们啊 现在基本上离婚 都有个30天的冷静期 好吗 就是先冷静一下 30天以后你还想离 那就离吧 早饭也吃得很饱 现在就是出去吃牛皮 一会中午呢 要是没什么事儿 就去买一个披萨吃吃 就得了 今天下午还有人 还有中间要带人来看房 以后啊 就是这两天我在想 以后咱们干嘛 对吧 你看我今年都已经40了 人生啊 就是已经半截都埋进土里 如果呢 按照上海来说啊 我不是我第一回 我接下来给你开一个专题 就是你住在不同的地方 对你的人均寿命造成影响 我看了一下2020和2019的人均期望寿命 但是这个人均期望寿命呢 不能够完全做数 江浙沪一带人均期望寿命 是全国最高的 上海人均期望寿命 82点 男的是83点几岁 女的要比男的大4岁左右 接近86岁和87岁 人均期望寿命就是说 一辈子没有什么重大疾病情况下的 平均人均寿命啊 这和真实人均寿命有点区别 但是也是有参考性的 你们知道吗 北方 东北三省 人均期望寿命只有76岁 这代表什么呢 不言而喻 生活条件艰苦 天冷 再加上医疗条件 稍微相对来说比较差 导致对人均期望寿命的极端影响 所以啊 我就给你推论 为什么东北从来没有房产限购 也没有什么什么离婚三年内不能买房 也不能说什么五年内要加收什么增值税 你懂的 为什么深圳上海杭州都是很多人愿意来买房 你住到这边来人均寿命高五岁 你花个几百万 多活五年 值不值 铁字 就是说 比如说三弟 三弟他的期望寿命平均75岁76岁 没毛病吗 这是官方数据 但如果三弟在那几年前 他做我邻居来我这边买一套房 他就能活83 多活五六年 然后说他们说主播是卖房的 前几年确实想去做中介 大家懒吗 中介最主要就是天天要带人去跑 要联系 还要去带人看房 要接触不同的人 我还不如觉得我在网上当当网络中介 对吧 但是确实我也帮助过水友买过房子 我们直播间有好几个老板 最近这段时间都在我的介绍下 还有我带他们去看房 都是买了自己喝 就是心仪的房子 对吧 但其实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就是真正影响寿命的就是医疗 还有你生活的环境 吃喝 比如说冬天你吃不到很多的丰富的食品 可能对你营养会有一些造成身体上的损失 身体修复不过来年纪大 另外呢 医疗 有些病要及早治疗 或者治的好治的不好 区别就很大 庸医啊 真的害死人 就比如说我妈 我妈前段时间就是 因为她最早得过肺的有一个小肿瘤 10年前 应该是2010年的时候开过刀 然后呢 五年之内呢 就没事 最近因为疫情关系啊 就是又疫情 前段时间又去那个检查 发现又长了一个10米左右的小流 然后当时啊 最早是碰到一个佣医 佣医呢 就最早一个佣医 就对我妈说啊 三个月以后你再来看 后来我妈不信 又去找了另外一医生 另外一医生就让我妈回身做了一个检查 看看有没有别的地方有 然后检查出来又没有 后来就做了一个很小的一个 就是微创手术就搞定了 但如果你去找等那个 就是佣医 佣医让你三个月以后再来 万一这三个月里面转移到别的地方 那么就这条命就没了嘛 所以呢 这就是医生的好坏 对于一个人的生活 就是最受命的影响 佣医害死人啊 对最后很多年纪大了 就是医疗条件 有可能一个好的医生 我们住院的时候 一个病房里面 只有我妈一个是上海人 然后我老婆说 就是前两天我妈开刀的时候 就是一个病房里面 是上海 就是前面出社那个医院 隔壁那个医院 现在出社的医院 是上海徐汇区肿瘤医院的吧 我们就在隔壁 2.7公里 是徐汇区胸科医院 我老婆说 一个病房是四个人 因为我妈比较抠 她不愿意去住那种特需病房 特需病房贵一点 一千多块钱一天 他们住着四个人病房 这个四个病房里面 就是 另外三个人 除了我妈以外 都不是上海人 为什么来上海看医生呢 他们当地的医生信不过 他们都说 既然是看 你花一样的钱 为什么不看最好的医院 最好的医生 对 所以说 现在我们上海的医疗资源 相当紧张 就等于我们一个上海 就是他的医疗资源 要负担上海人的看病 还得负担 全国各地人的看病 所以我跟你说 他第一天开刀 第二天把管 把管就让你回家 就这样 你住一个晚上 对 进住院 进住院检查 头一天进住院检查 准备 在家做手术 在家出院 一共就是住两个晚上 两天半 两天半就要你出院 对 没毛病 就做一个卫生手术 应该来说 要住医院住三天 对 但是他是第一天晚 我妈第一天还住ICU 对 就是他做完手术 第一天 身体很虚 直接进ICU了 进ICU很贵的 几千块钱一天 进ICU第二天出来 第二天出来以后 又出来ICU 在医院住了一天 第三天早上就让你回家 第三天早上 把了管就让你回家 把了管就让你回家 这个导流管嘛 然后为什么让你回家呢 就是因为 后面他说后面还有人 嗯 床位不够 床位不够 都是全国各地的 我们这边 那个住院费 还没 出院手续还没办完呢 那边人就进来了 我妈看病 她要多少钱我都给 但是呢 我妈这个人呢 她有一个特点 她藏钱 她藏钱藏得很深 就是她有可能信不过我 她从来不让我知道 她有多少钱 就比如说我跟你说 一件事 就是说 她早期的时候 她好像是 我后来才知道 就是她在20 我妈在2012年的时候 手里有60万现金 很多现金啊 买股票 她当时好像买了一个什么 当时是被一个股票套牢了 套了六年 后来才解套的 然后呢 到后来她 她一直说没钱 然后 然后房子装修 然后拿出来十几万 后来现在说 手里还有很多钱 反正她 我妈连 她每个月 退休金有多少钱 都不敢告诉我 你懂吗 不信你问我老婆 我妈从来不跟我讲 她有多少钱 而且她经常跟我 虚报她手里有多少钱 妈妈跟我说过 她退休金多少了 我忘记了 她跟我说过 前段时间 我觉得妈妈比较信任 我不信任 妈妈跟我说过 退休金有多少 然后我妈前段时间 就是她要买 给自己买木地 然后她说 她还有十五万 但是结果又生了一场病 然后有钱又多出来了 就生病 她的钱又不止这个钱 反正我根本搞不清楚 她现在还有多少钱 手里 我也不想知道 我是不想花她钱 我也花不了她钱 我还知道妈 银行卡币吗 太牛逼了 我妈很信任我老婆的 你不知道 因为我这个人 不大会照顾人 你让我做什么琐碎的事 我就脾气不好 所以一般我妈 都是我老婆照顾的 我老婆跟我妈 接触的比较多 我跟我妈话少 接触比较少 所以互相之间 就是聊的事情 比较少 我是亲生 我跟我妈 我跟我妈说 就是说你就想开点 就是大不了 你就以为 你就当你生了个女儿吧 对吧 就是我宽怀 她是我妈亲女儿 我妈不要你 我妈不要你 是儿子 对 就是说我就 就相当于 你大妈也不要你 对 我这人脾气比较差 我这人脾气比较差 就是说 相当于我妈 是你妈 你是我妈亲女儿 我是你找的野男人 什么是野男人 这就换一换 换一换 没毛病 我妈不要 你在我家不要你这个儿子 事情就这样 你们也不大喜欢我 没什么人喜欢我 是吧 都觉得我神经病 我就是像南板正爽一样 人都不喜欢 但最近的房价呢 估计一波快速上涨 也就差不多就这样了 因为政府就开始调控了 我现在就是感觉这个二三线城市 可能倒是环境好的地方 到时可能有波涨 像上海 就是学区房 今年都涨了多少钱 上海有个地方叫梅园 那地方是个学区房 半年里面 从九万块钱一平方 涨到十八万一平方 就昨天保我爸说的 然后保我爸说 他当时买房子的时候 梅园那边就一万块钱 就是没七八年 就是房价翻了十八倍 牛逼吧 梅园新村 那边学区房 学校比较好 我泡茶的杯子叫哲品 你们有官网的 对 我们以前 以前抽过奖这个房子 对吧 林安有机会 林安比较远 林安呢 就是杭州的后花园 冬天也比较冷 杭州呢 说实话也就那些人 就是离上海有点远了 上海开车到林安 要四个多小时 现在几点了 我给你们看看 我记得 老公你给谁买了一个 来送一个来的 瑞德莫 瑞狗 对 你买的是黑色的 对吧 我跟你们讲 人啊 黑色的好看 人是物以类聚 然后我这个杯子 原来想到瑞德莫 前段时间镜子 好像他们说 他朋友圈 说他最近身体不倒好 身体不倒 身体很差 后来瑞德莫还去点赞 所以我就想到 这物以类聚 他们两个人线下 还有联系 但镜子还不错 每天现在还是给我打卡 我都知道的 镜子每天还在 就是你们晚上半夜 可能半夜镜子 晚上 有镜还可以 人挺好的 但他不该怼保火爸 保火爸多好一人 他就那个人 就那个样子 说话就是那个样子 林安离上海远一点 他是属于就是长三角 位置有点偏了 就是差不多和铜炉 一个位置 像长三角位置 比较好一点的呢 就嘉兴啊 胡州啊 南巡 安吉啊 那些离上海近一点 就是上海开车 两个小时之内 你开车 上海人开车去 那个林安 说实话 花四个小时 谁会去那边买 我知道他为什么 对保火爸 因为他那个 他那些房子 在疫情期间 有点不太好 所以他有点仇富 也不是 心态崩了 不是 他主要是当时 就是保火爸半夜 就喜欢 跟一些群里的妹子 聊一些人生啊什么的 他就觉得 他看着不舒服 他嫉妒 对 保火爸确实 他嫉妒 林安大家都去过 上海一般都去过 哎呦 民警来了 哈喽民警 他嫉妒 加善 加善你要买房 要当心点 污染 你知道加薪 有几个大的污染公司 一个叫 你不信 叫你上网查查 我买房子 最注意注重的是一个环境 加薪 加善 那边有几个重污染公司 那边的 有一个最大的重污染公司 是一个玻璃纤维公司 叫昆桐 昆山的昆 就是上面是个日 下面是个笔 日比木铜 昆桐 玻璃纤维公司 你就往上搜昆桐 超级重污染 另外当地的支柱产业 就是皮革液 染料 就是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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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染料 做染料的 做皮革的 污染非常非常重 尤其是空气污染和水污染 尤其2020 2012年之前 当地的水污染非常厉害 中国最著名的癌症村里面 就有加善 都是重金属污染 非常严重 到了2015年开始 他们那边才开始治理的 最近空气已经好一些了 我也去看过 但是你那边要找找那个 就是要看风向你知道吗 你要去看看 有一个叫什么巨什么的 还有一个昆桐 就有三大污染企业 就当地加薪的市长 就是原来昆桐公司的前总经理 就是我 为什么加善不能买呢 原来现在上海 那个空气污染好很多了 为什么呢 他把那些有污染的重金属排放的公司 全部赶到加善去了 你懂吗 因为加善离上海很近 就七八十公里 不会增加他们的什么运输成本 而且交通有那个S32 深加湖高速都挺方便的 所以就是都赶过去了 所以那边现在的环境很差 比昆山污染还厉害 昆山原来就是一直说 污染很厉害的吧 但现在也好很多了 昆山的污染 多数都是在这个千登古镇 周围的那些场周边 我那自己也考虑过这些地方买房 后来都cancel掉 都pass掉了 就是因为我自己也研究过 对吧 杭州当然能买 那能买不起啊 杭州有些地方比上海还贵啊 好不好 上海现在很多地方 就说的话 凤贤海湾那边也有 还有两万多的房子 两万五左右的房子 上海凤贤那边很多 有些新开房子也不过两万 就是两万出头一点 两万二 那你杭州没有这个价格的 杭州都很贵 启东啊 启东那边呢 就是太靠海了 知道吧 冬天比较冷 然后呢 也有些厂 启东呢 蔚南也会纳入上海的 那个高速地铁圈 启东差不多 以后会并入上海的 海湾是有防空S300的基地的 这个我不知道啊 这铁子就是你军事爱好着 我那个不大懂 南通现在也贵了 也要两万多了 你买房的东西呢 我跟大家讲啊 就是一定要看 第一个交通 第二个看医疗 还有当地的环境 水 水质 然后其他呢 再考虑什么 学区房啊 还有什么周边买东西 方便不方便 但是学区房真的很重要 就跟你打比方吧 就是我老家 我妈住的房子 房价一直涨不上去 这两天我看一下 就八万多一平方吧 哪有静安区 就是静安 就是南静安啊 南部的静安 我家住在武宁南路 渝奥路那边的 房价一直涨不上去 因为他对口的那个小学啊 是静安区两中心 静安区两中心 就是 静安区两中心 还有渝奥路小学 它是属于 静安区的三流学校 就静安区有 一流二流和三流学校嘛 对吧 它就是因为这个学校不好 对口的学区不好 所以房价一直涨不上去 要是我妈家那边 能对口一个好点的小学 基本上现在都能卖到12万左右 那你掉 当然就随便掉 对吧 我也没干过什么确责事 对吧 我也不怕你掉出来 我有个什么 外面有什么几个拼头啊 什么的 叫深圳不怕隐先 随便去掉吧 掉掉掉掉掉 你连我名字都不知道 你还难道还靠人脸识别 掉我单案 买偏了 突发疾病去医院 都会死在半道上 这个没这么一说 上海基本上医院覆盖的都挺好 就是就算浦东偏远店地方的话 基本上能覆盖到十分钟左右 都有一家三甲医院 像我们家周边的是六院 就算你住在周浦的话 周浦现在医院也很多 周浦有那个国际医疗中心 周浦医院 然后就算惠南也有浦东医院 基本上都不可能像你说的 那你说的那种 突发什么疾病死在半道上 那估计要二三线城市了 一线城市不可能 不可能是 就是有真的有住这么远 好了我有点累了 还有什么想聊的吗 没什么想聊的话 我一会要下播了 早上一大清早跟你们直播 聊了一个半小时 我也怪累的 我得歇息歇息 对你的嘴巴都没停过 我一个劲给你倒水 然后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我们南汇好起来了 我住的地方南汇临港 终于让茵茵有了一个新家 原来我每次要回家 要跑到造家帮路600号 对吧 然后上海精神病院 现在在我家周边 终于新建了一个南汇区的一个精神治疗中心 茵茵又有了新家了 恭喜 这么大一个临港新城 能没有一个好点的精神病医院吗 绝对不行 最近也很高兴 对吧 又有了新家了 到时候没事去活动活动 对吧 其实精神病呢 人人都有点精神病 就看你有没有事情 把你那个破防 激发你这个精神病出来 对吧 像郑爽什么的 一直说这些人精神病比较厉害 只不过有些人比较随性一些 懂我意思吗 人人都是精神病 只不过有些人从小被教育 被压抑了 你有很多事情 你敢怒不敢言 像我们这种人 你们说我有精神病 其实我知的人是单纯一些 我想什么就说什么 我见你不开心 我就直接怼你 所以反而对我怼的不开心人 就说我们是精神病 你懂我意思吗 我们这些人 只不过是更单纯一些 懂吗 现在也没有精神病院 都是叫精神卫生中心 就是其实是一个道理 对吧 他意思就是说 你精神上有疾病 脏 所以帮你卫生卫生 没有精神病院 因为今天病院太难听了 都叫精神卫生中心 上海都这么叫的 谢谢IT男小刀送的飞机 下波之前还能收个飞机 很高兴 今天早上的也没白波 收了大家两个飞机了 大家处事要多帅一点 不然像B站 就是什么墨茶这样的主播 就在家被饿死了 对吧 真的会越来越多了 不能让任何一个优质主播 忍机受恶 谢谢 谢谢那个IT男小刀铁子 感谢铁子 感谢铁子 阳光之家 阳光之家 每个区都有 每个街道都有 阳光之家主要是那种 自闭症而通的 知道吧 自闭症而通 我能自闭吗 我天天跟你们 嗶嗶嗶嗶嗶 几个小时的 我能自闭吗 对吧 我不能自闭 只不过就是 我那个 有时候心情好的时候 我不能多开播 每天开播就没什么话了 一天播一次 或者几天播一次 话会比较多 铁人们 对吧 天天 天天说的话 天天跟你们 嗶嗶嗶嗶嗶 也没什么好好说的 然后下播之前呢 再给铁人们 对吧 车粒子自由 铁人们 来个车粒子 吃完车粒子就下播了 车粒子吃一吃 空运智利车粒子 这车粒子哪里买的 无锡买的 车粒子没毛病 好感谢今天一笼 感谢IT男小刀送的飞机 我先收拾收拾 房车早餐 今天早上去那个 弄堂飘香吃的早饭 推荐大家吃 弄堂飘香的麻球 便宜又好吃 这个水的话 水壶就直接放在车里 就放在车里 因为你下午的话 还在这边待一会 好 然后早前时段 我们先下播了 今天有空再给你播 今天下午因为有 我要把我直播金卖了 因为有中介带人来看房 所以我要忙完以后 再给你直播 下播了 拜拜